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经过各大报及媒体的报道 有更多的RCA前员工看到了讯息 打电话来问来不及参与一审的人怎么补救 最后我们决定把他们纳编入二审 因为他们都是曾经与我们一起为台湾的经济起飞 以及改善个人的家庭经济而打拼的自己人 一审参与出庭的作证的黄春条以及秦组会 很不幸的 我们刚在11月21号送走了组会 他根本就等不到RCA环境污染案的最后宣判 另外一位黄春条 阿条的健康状况也令我们忧心 眼看今天即将进入二审 一审的宣判 尽管并不全然的让我们满意 但是我们终究 肯定法院的判决也有它正面的意义 虽然我们有84人被抹回 我们有445个人被判决 如果判决的这445个人算是一个成果的话 这小小的成果 能够照顾到所有的RCA员工吗 不能 我们呼吁 法院要尽快的速审速决 不要再继续延宕 一审判决承认的事实 应该套用在二审 因为RCA的员工 他们的命脱不起 我们也等不下去了 今天是我们的一审的原来的原告 529名会员 再加上我们目前已经新增了 1225名被害员工或家属入会 我们今天要承报给高等法院的法官 我们总共有1554名RCA受害员工 要一起来走上我们今天的高等法院的民事厅大厦 我们这次的上述呢 有几个重要的理由 第一个上诉理由 我们原判决并没有做总额裁判 也就是说 在一审的时候 我们要求地方法院 针对关怀协会总体 给我们一笔裁判 但是地方法院的法官 他一个一个 针对大家的状况 一个一个给予判决 这是我们不愿意的 关怀协会作为长期抗争的主体 我们应该要拿回我们自己来做分配的权利 第二点 除了桃圆厂以外 在一审的529名原告的这个会员当中 有三名是宜兰厂跟竹北厂的会员 而在这个审判过程当中 过去因为国家并没有主动积极的负担起 收集宜兰厂 竹北厂跟其他污染厂区的资料 使得宜兰厂跟竹北厂的三名会员 在一审没有被判决 高等法院应该要有职权来调查 竹北厂 宜兰厂的污染状况 是不是其实跟桃圆厂是一模一样 应该比照桃圆厂在一审累积下来的判决成果 给予赔偿 第三个上诉重点 汤姆生跟奇异公司 其实都承接了RCA的污染的事实 毒害员工的事实 他们都是知情的 但奇异公司 他并没有在判赔的行列之内 要求奇异也应该要能够判赔 第四个重点 RCA的公司恶行重大 原审判决的判决金额过低 五粒花生米 怎么分得了一盈 一个军营 我们RCA受害员工这么多 五亿六千多万 能够照顾得了我们这些人受害人 他们实际上一辈子 为这个癌症 为这些重大的疾病付出的医药费 跟家庭在承受的损失吗 是不可能的 最后一个上诉的理由 RCA的时效抗辩是全力滥用 我们的会干部其实很感慨说 难道是怪我们死得太早 毒吃了太多吗 所以这个时候 难道地方法院就因为这样 不给我们判赔了吗 用这样的时效理由 我们并不同意 所以今天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我们新增的选定人 希望高等法院一并接受 第二五个上诉理由 希望高等法院能够降加参拙 给予受害劳工有利的判决 我们这些受害者 就是台湾经济奇迹底下 污染事实的见证者 我们不要法院等到我们 都说不了话出不了门了 才来给我们判决 台湾不要这样子的正义 这不是正义 二审的法院对于我们二军 他有一点起向说 因为二军在一审的时候 我都没有再诉讼 所以这一审的资料都不起 所以你要我二审来去审 这个一审的时候 他觉得这样子会有问题 所以他有一个建议 叫二军的人去打一审 你回去一审打 我们要告诉法官说 我们一军或二军 我们都是同样在RCA工作过 对不对 对 我们同样都是被他这样子 有机有机伤害过 对不对 对 我们都在这样的损害底下 都是一个同样的事实 为什么要把我们拆开来 我们要在这里 可能要在这个社会上大声地说 我们不要拆开 我们现在有1500多个会员 在加入了这次的诉讼 他要让我们一个一个问说 你们是不是同意82亿的总额裁判 还要你白纸黑纸的写在一张纸上 还要说我们1500多个 要讨论清楚我们那个80而已要成功分配 要把这个东西弄好之后 签好的名 盖好的章呢 一个一个盖好章之后 交给我们法院 我认为我们的二审 有这么大的一个 一军又二军的 我们更团结起来 要跟这个社会说 不要再拖了 不要再拖了 我们需要二审 速审速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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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